想要今天參加這個活動的行程 我說一句真心話 我剛剛看到那個維珍跟維珍爸爸的影片 那個影片一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的日常 然後看到他們其實 兩個婦女之間的相處 我其實真的 我就跟旁邊的那個言喻處長說 我有點想哭 然後又覺得說 天啊我在這種場合哭 會不會太煽情 可是我是真心的覺得 即便這種影片是一種 當然本來就是要拍給大家看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 可是我真的會被這種 我覺得這就是所謂一個 溫暖跟愛的力量吧 所以其實想哭的部分是我今天最意外的收穫 然後更加提醒我自己 就是反正我也要去成為那個幫助的 甚至是捐款者 我最近就是買買菜啊 種種話 種種公益啊 最近其實其實我就看著還蠻多人一直在開那個頻道 或什麼的 我也是心癢癢啦 但是我覺得我不是一個 我可能會忘記我有開頻道 所以 所以就是其實就是 我個人的習慣是 比如說朋友有跟我一起的時候 我可以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開一些影片或什麼 但最近有在練吉他啦 然後覺得要把那個一些創作的部分要有一些交代 所以如果順利的話就盡量定期的PO一些自己有一點手殘的那個吉他影片 持續的充實自己啊 可是最近比較多多的比較跑到戶外嘛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其實就是運動啊 其實跟平常差不多 但比平常有工作的時候更勤勞運動 對 應該看得出來吧 今天我的氣勢還不錯